为了让创意发芽 正不推动 这个所谓的创贵版 要提供另外的募资平台 明年的1月3号就会上路 希望让小型企业 也能够找到赞助的金主 包括有生技 绿能 和文创等等的热门产业 都会在第一波登板 除了专业投资机构之外 以开放要让一般的民众投资 不过它的投资风险比较高 一年不可以投资 超过6万块钱 不管是想要开间烘焙 结合纺织品的工坊 还是演进工作室 想要自立门户 当老板 第一个要烦恼的 就是资金问题 现在政府推动的创贵版 让小公司多了个 筹错资金的管道 资本额在5000万以下 就可以申请 第一波名单出炉 20家公司抢投箱 这几年很夯的生技 文创还有社会企业 通通都在其中 创贵版目前 我们希望能够募得的资金 是2000万 因为我们现在希望 在台中 高雄 跟花莲 都能够拓点 提供小老板 募资平台 但是因为投资 创贵版 企业的风险比较高 因此一般民众的 每年投资也有上限 不得超过6万元 你也呢 未来的成长性 是不是政府的政策 如果是的话 我认为这相对来讲 安全性会比较高一点 政府协助 微型企业 募资发展 创贵版明年1月3号 正式上路 但能吸引多少 投资意愿 还有待观察